熄灭怒火 一字印度语内观通讯 我 这颗狂乱的心啊 虽然已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 但你那骚乱不安的念头却从未停过 你那愤怒的炽热炭火 依旧在心中闷烧住 唉 无知的人啊 正因为你不断地燃烧愤怒之火 才会受这种灼热之苦 而你却对此毫无所知 你依旧不断煽动着这些愤怒的 这 只会助长火势 除非你已找到了灭火之道 否则是无法让怒火止息的 有人贴切地描述着 公益技能会逐渐纯熟 财富会积少成多 山峰也是要逐步攀登的 同样的 欲念与愤怒也会逐渐累积增长 所有这五种事物都只会逐渐累积 愤怒就像是正在燃烧的火 如果在天家柴火 那么只会愈烧愈胜 激动烦躁会将愤怒的小火苗燃烧成狂怒之火 燃烧之后所带来的只是更难忍受的剧痛 哪一位智者会想要这种具毁灭性又痛苦的愤怒之火呢 但愚者却一直点燃它 全然不解这个永海的后果 就像潮载的商船 终将沉入大海一般 愚者也会因不净染污的逐渐累积而陷入悲惨的状况 智者就像银器工匠辛苦的从矿渣中 萃取出纯银一般 心勤不屑地净化这个充满贪 趁雨愤怒的心 愚者的心不但没有减少不净染污 反而逐渐累积染污 也因此饱受怒火之苦 姑不论这内心之火是否烧伤了其他人 它一定会烧伤自己 就像摩擦两根木棒所产生的火会烧掉木棒一样 由内心摩擦而生起的愤怒之火也会烧伤你 这愤怒之火因于某位无知者摩擦 而在内心点燃了 但这火是并不因为烧伤了你而灭除掉你的一些无名 不管与那一位无知者摩擦而点燃了愤怒的火苗 愤怒之火开始燃烧 不论是否烧到其他人但却一定会先烧到自己 那人是吃无知之人修行者或圣贤又有什么关系 不论是有苦树或檀香树的木棒摩擦而燃起的火苗 火总是先烧毁起火的木棒 火会烧 不论燃料是煤炭 燃油 电力或瓦斯 因此智者要随时警觉 不论任何原因 都不会让火点燃 因为智者不会被羞辱激怒而去羞辱对方 智者了解愤怒只会燃起更剧烈的愤怒之火 就如同火上加油一样 既然知道自身与他人的利益 当然就不会恶言相向 已点燃怒火 也不会反唇相激来火上加油了 所以智者是从来不会 口出恶言的 若非如此 听者必会以恶言 充满愤怒的每个字眼只会带来伤害 而口出恶言的人必然会受苦 善者从不愤怒以对 也不会被激怒 或者是从不表达出怒意 唯有如此 修持者才是真正的圣者 因为唯有智者才能使愤怒无稽可趁的 在家之人不应怠惰或审逆于感官欲乐之中 出家者不应自我放纵 一国之君不应仓促做决定 而有学问的人则不应 心存愤恨 真正的智者是不会被愤怒所知识的 智者善于自我防范 而且知道唯有保护他人 才能使自己受到保护 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 而保护别人也就是保护自己 不受愤怒驱使的人 必然也不会以愤怒待人 唯有如此 才能保护自己及他人 这就是真正的善德 善者能以他人的愤怒为戒 而保持平静 这就是利益众人的智慧 以愤怒相对只会让彼此都受到伤害 多么愚痴的心啊 要知道你所走的正法之道 就是容忍之道 和谐之道 宽恕之道 坚忍之道啊 现在的你还不能像佛陀一样 不皱眉 但是 只要趁一生起 你就能快速地将它放下 尚未成佛的菩萨 即一世又一世地如此羞耻 菩萨早已警觉到这升起的嗔恨 会成为终生的枷锁 就如同刚升起的沙尘暴迅速被暴雨扑灭一样 怒火也应该迅速扑灭 菩萨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愤怒无法掌控我 所以我不会成为他终生的奴隶 就像雨水很快地清除沙尘暴一样 我也可以很快地平息愤怒 称恨是多么剧烈的伤害啊 不愤怒时 才能清楚地了解这个道理 然而 当愤怒升起时 所有的理性立即被摧毁了 所以 即使如此具有破坏性的愤怒升起了 我仍旧不被他所操控 愤怒确定是滋养于吃者的温床 升起的称恨甚至会摧毁掉人的所有智慧 使他们无法明了究竟有利或有害于己 然而 如此具有破坏力的愤怒是无法操控我的 I 愤怒确实是滋养于吃者的温床 我的敌人乐见春怒在我内心升起 因为我已剥下痛苦的种子 但是我平息了此毁灭性的春怒 它无法奴役我了 I 愤怒确实是滋养于吃者的温床 它不仅可以操控人 也能彻底摧毁人所拥有的一切 我 伟大的法王 如此强大而令人畏惧的春怒也无法困住我 我已从这凶猛的狂怒中获救了 尚未成佛的年轻菩萨为此胜利而欣喜 唉 这颗狂乱的心啊 你应该踏上觉悟者的神圣道路 抑制自己的愤怒与嗔恨 不要让它滋长 也不要被它所制服 以免生生世世都蒙上嗔恨的阴影 在你被奴役之前挣脱出来吧 让充满慈爱与悲悯的甘露雨水 给清除已生起的恶意沙尘吧 虽然内心生起了巨毁灭性的愤怒之火 但是它不会使我无助 它不能制服我 愤怒是滋养于痴者的温床 正法道上的旅人 S N 隔音卡